我們一齊來到這個日式麥瓜麵包的曲奇皮 所需要的材料是牛油和低筋麵粉 這次我這個曲奇皮是雙色的 所以我有一部分的低筋麵粉加入無糖河粉 還有一些雞蛋和白砂糖 我們先處理牛油 牛油首先將它放軟 不需要太軟 壓下去它是軟軟的就可以了 不需要刻意打發它 打軟它就可以了 接著加入砂糖 一次過倒下去就可以了 打一會兒就可以了 你見到它變成奶白色就可以了 打一會兒就可以了 你見到它變成奶白色就可以了 你越打發它 即是你越攪拌它 即是你越攪拌它 它就開始變得越來越淺色的 它就開始變得越來越淺色的 好了 OK了 接著就逐少逐少 加入這個蛋漿 好 好 現在 再做一些 好 進去 搅拌均匀 如果不做双色的话 100%的低筋面粉混入就可以了 今次我想有双色的小变化 所以我将部分的低筋面粉 加入少许无糖可粉 首先把这个搅拌均匀 记得所有粉类都要过筛 我食谱里面100%的低筋面粉 将三分之一搬入无糖可粉 Herausforder 再浓一浓� entered 我們將這個混合的三分之一都抽起來 這個就是 我這個盤是925 就減1047 等我先計算一下 不正確 按錯了 1047 減925 122 這個混合物 這個麵糊就是122 122g 除3 可可粉的部分 我會放 大概 40 多了 多了 我先處理可可粉 即可可的部分 我先把 這個粉類 把它 混入 放在這裡 我們用的方法 也是按壓的方法 如果你不是做雙色 其實就把所有的低筋麵粉 混入剛才的麵糊 就可以了 我想是做兩種顏色的 所以就要計一計 如果你想是50 即是50 50 50 這樣就更簡單了 就是把那個 混合 就是一半 你計一計 它 一半 分開 另外 再把那個 食譜裡面的低筋麵粉 除2 再把它加入少少的 無糖可粉 就可以了 但我今次就是 三分一 即是這個 朱古力部分 是佔三分一 剛剛好 記住 是用這個按壓的方法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可可的部分就完成了 先把它放在馬邊 我們就處理完這個 原味的部分 其實它跟菠蘿皮的做法 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是因為我做雙式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多一次 慢慢按壓一下它就可以了 原味的部分 就多一點 OK 然後 我會把它放在膠袋裡面 你可以用保鮮紙也可以 但我自己習慣 喜歡放進膠袋 我喜歡放進膠袋 因為 到了我按壓的時候 我會覺得方便一點 因為我自己有一個尺寸 就是想做到有一個某個尺寸 那我用膠袋的時候 有些位置 它和我已經結合了它 這樣就容易控制了 OK 好 好 然後 然後 我會把某個尺寸 移動 然後 把某個尺寸 在某個尺寸 然後 我會把某個尺寸 放進膠袋 放進膠袋 你用膠袋有些角位 那些膠袋也能幫助你 當然你可以用保鮮紙 我想要的拆鱈就是 大約15x15cm 其實差不多都可以 因為我這個膠袋剛剛好 這是15cm的 我只能控制這邊的位置就可以了 就容易一點 差不多了 看看 可以長一點 好 盡量令整塊的厚度也是平均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這個原味的部分就已經完成了 就先放一邊 再看看我們的可可味 就是這個 那個的大小也是一樣的 都是15x15cm的 個尺寸 然後我就會薄些 慢慢推出去 慢慢推出去 還沒足夠 還沒足夠 差不多了 再多一點甜蜜 可以 出一點點 你吃 你吃 我吃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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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点 煎入浴缸 烘煲 但这个是厚的 我想把它放在一起 把厚度做得一样 所以我覺得用膠袋會比較方便 看你自己習慣 如果用膠袋的話 我只去你一邊就足夠了 如果用保鮮紙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 比較難控制 好 剛剛好就是15碟 這塊和這個原味 就已經完成了 不過現在就不能用得住 我們就放在雪櫃裡 是普通格的 不是放在雪糕的位置 是放在蔬菜的位置 然後就冷一下 大概冷一個小時左右 一個多小時就可以了 一會兒就拿出來用 不要想太硬 因為一會兒要捲起它 所以冷藏一點就可以了 我自己試過大概一個多小時就可以了 現在就和它放進雪櫃裡 記住是普通的蔬菜夾 就可以了 一會兒再和大家做下一步 兩塊的麵糊已經冷藏了 現在可以把它合併在一起 我會把朱古力放在外面 我會把原味放在上面 好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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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把两块卷起来 慢慢卷起 开始用胶袋帮忙 用手 一路跟胶袋一起 一路拿开一路卷过去 就像做这个碎屎卷 转过去 转过去 所以用胶袋 感觉上比较容易操作 完成了 现在就不能用的 我们将胶袋裹起来 然后将胶袋裹起来 然后将胶袋裹起来 拌一下 然后将胶袋裹起来 這是朱古力麵糊放在外面 我之前做了一個原味放在外面 比例跟這個不一樣 讓大家看看 這是我之前預備的 我自己用了幾塊 這個原味放在外面 看起來好像朱古力麵糊比較多 但其實不是的 這個是50-50 而做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的 看起來朱古力部分比較多 其實有一部分白色的皮 放在底部 感覺上朱古力味比較多 其實這就是50-50的分布 看看自己喜歡 所以這次試試把朱古力放在外面 而且朱古力麵糊的比例比較少 看看大家喜歡哪個 其實不同的比例 出來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看看大家自己喜歡 好了 希望大家今次喜歡三腳貓這個分享 拜拜